算是明白了,每次来报师傅 不是大太阳,这是下雨 我无语了 正好下雨了,然后正好定前门口 那个帮我打车的人借了我一把伞 然后我们现在赶快冲上报师傅 我算是明白了,每次来报师傅 不是大太阳,这是下雨,我无语了 排了半个小时,买齐了所有口味 但是等我回去还赞的时候 爸爸,什么? 我说你嫁回微信,等会儿今天需要打车 可以找我打车,知道吗? 打车免费?对 为什么?因为我们幸运手单做活动 T3收取,你们在桌上真的看到的? 真假的?真的,是你干嘛的? 你看我摔骗了吗? 嗯 哈哈哈哈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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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是打车还是干嘛? 我现在要去办办 来,好,走,走 你们,我现在走过去就行 你只会要不要加个微信 很多东西,马上打车也可以找我打车 那就先加个微信吧 可以 不要那么深,赢得啥 口味的月饼啊? 几个口味啊? 口味的有六七种 那我要每个一种口味都要一个 可以的呀 帮我装一下吧 谢谢 这个月饼有什么味道的? 这两个月饼有什么味道的? 大杂贼的十五块一个呢? 这么贵啊? 这两盒要九十呢? 对 这么贵? 十二十二一个的啊 哦 你看小龙虾,我打给你看 你打一个十五三 哦,好吧 那就这样吧 谢谢 好家伙啊,直接给我受庆 点了杯,没事缓一缓 今天是很满的月饼吧 一共买了两盒 然后一共是八个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口味的 不过这个上边有写 第一款是鲜肉月饼 它里面会有肥肉 鲜肉月饼算是比较经典的口味了 它里面还蛮油润的 我吃肉馅的话 如果里面有大块的肥肉 我就不是很喜欢 肉馅吃起来不怎么扎实 这次河马的月饼口味 我都是忙碌的 吃的时候我其实也不知道 会有什么口味 这个是流行奶黄月饼 这一块奶酱我好满啊 内馅吃起来就跟奶黄包一模一样 奶黄馅十分绵密 就是会有一些干烟 不知道谁的舌子 看不太懂 再上去大闸蟹 它会带有一点点腥味 这个地方还会有蟹黄 是真的会有大闸蟹的味道 但是不会过腥 只能说这个腥味 是在我的接受范围之内的 不过这个好像是最贵的 我觉得吃过一次就好了 吃起来蛮鲜香的 月圆上印了牛牛图案呢 就是藤椒牛肉口味 这一块咬下去就跟其他月饼不一样 它咬起来特别的紧实 它好像像是烤包子 里面有很多的香酥料 而且有的筋好像 藤椒跟牛肉真的很大 而且它那个牛肉嘛 咬起来还特别的有嚼劲 还有一块 这一块真的有备好吃到 因为里面的组合都是我超爱的 云腿加肉松 这款吃的像是云腿旁边还有肉松 真是那种 还超一样的 有点油 肉松好好吃啊 这个搭配真的很惊喜 吃起来是甜口的 还带着咸香 肉食注意者鲜爱了 真的就跟拆盲盒一样 没想到这一款知道的是三文鱼 而且还是芥末口味的 还有鱼肉中心好像还有可菜吗 还是什么呀 微微的芥末味不会太臭 而且它的三文鱼也是熟的 这个味道好特别哦 出乎意料还蛮符合我胃口的 自从做了UP主 我已经从不能吃榴莲进化成可以吃榴莲了 榴莲现在外面的皮还是蛮干巴的 没有想到这都能拉撕 中间加着榴莲肉 这款相比其他款的话会有一些偏甜 这一款我也好爱里面大部分都是龙虾肉 这三个小龙虾 小龙虾给了很多油相似 以示起来特别的紧实 接下来终于轮到豹师傅上场了 你跟我说五个丛味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馅 蓮蓉蛋黄 整体都特别松懒吃起来好香啊 蛋黄也很细腻 蛋黄也很细腻 最好吃的蛋黄 然后上面还有这种坚果杏仁片 放出回家好像也不便宜 一个月饼花了我40块钱 现在月饼都卖这么贵的吗 蛋黄也认为可以算是经典组合 口感还蛮细腻的 但每一款月饼上面点缀的都不一样 这一款上面撒的是白芝麻 松子我这个松子也要十几块钱一份 但是我吃不太惯这个味道 而且里面还会有蔓越莓 单独吃松子就还好 感觉这样搭配有点违和 不惯了 不惯了松子还是很大壳的 然后里面会有一点蔓越莓 这款不怎么喜欢 眉头一皱发现 是我不太爱吃的口味 能猜到吗 这是经典的五人口味 这款真的是蛮香 但也不太符合我的口味 不过他家的月饼特点就是 外皮还是蛮酥脆的 上面撒了好多的瓜子 你带回去给我妈吃 这一款上面啥都没有装饰 本来我已经不太包有次贷了 好在它掰开来是枣泥馅的凹虾 蛮好吃的 有一说一报师傅他家用料还是很实在的 口感绵密的枣泥被酥脆的外皮包裹着 是报师傅家这么多口味当中我最喜欢的一款 它的枣泥也很湿润 跟外面酥皮的黄油香气也融合得很好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款选手 这上面撒了应该是核桃仁吧 这一款是核桃莲蓉月饼 表出来好香 它里面就比较普通 只有那个坚果 香香的核桃就很加分 对于那个五人来说真的好吃太多了 核桃是脆脆的属于越嚼越香的那种类型 印象中比较深的好就是核桃的那个肉松的月饼 好吃 然后还有那个奶黄的嘛 感觉报师傅家的都不太符合我的口味 不过这还是好吃的 今天的核桃跟报师傅的月饼相比来说 会更喜欢核桃一点 还有半个人待会是给我妈吃的 报师傅的就相对来说会更加传统嘛 我最近长了好多的小豆子 然后我还不可能会遮瑕 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啦 掰比 学习家政策 都会说会更多的小豆子 很多小豆子 很多小豆子 都会让你不得到小豆子 八蛋子 Care也会在小豆子